我们现在来看一下,如何这个Compile 编译Compile 64bit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,目前这里只有32而已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Compile 64bit 来看一下,程式都一样 在主态管理员这边,我们按下去 OK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,我们这边要按一个新增 注意看一下 新增 新增一般它就会跑出一个64bit 我们把它按确定 然后按OK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有32跟64bit 如果你想Compile 32bit就是在这边 Compile 64bit就是在这样 Compile 那我们这边之后 你一样在建置这边把它做一下 那就可以 那这一个展示就做到这里 谢谢